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这边有两公斤左右 四粒的葱姜 这个是我们潮州人的家族 我们煮菜会是这样煮的 这个大概是有十多片的阿桑克冰 因为我喜欢吃酸 我就放比较多了 这个呢 放几片姜片 还有我放一些胡椒粒 还有就是这个蒜莱 蒜莱我放三颗 还有一点蒜米 还有我就放一些这个叫酸菜 所以这个蒜莱就会提升这个菜味的味道酸酸 OK 首先我就准备了一个锅 我就把这个蒜莱打碎了 放进去 这样我也放进去 OK 还有 就把胡椒粒我打包了 好 我就放下去了 它就会气馨味了 它就会气馨味了 是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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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锅给它 给它煮一下 给它的酸出来先 现在我们就炒它肉了 因为它的肉放在许个 你要拿来焖 基本上炒过一下会香一下 剩下的鸡肉 鸭肉 猪肉那些 可以放在一起 假如是没有的话 你都可以代替 用猪脚 那些烧猪脚 或者是肉 三层肉 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放点油下去 放点蒜头 放点蒜头 这个是好香 这个是肉 嗯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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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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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ը很美味 鸡 Rad 鸡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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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 焖了大概20分钟翻翻一下哈 哈 已经是 有出味了 那个酸味啊 已经开始出了 再焖多一下我才放 放菜下去 因为基本上这种菜很快熟 不然的话 那个菜太暖也不好吃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可以试看它的味道 哈 一茶匙两茶匙的盐下去 哇 大概焖了半个小时了哈 它的肉已经是熟了 已经是烂了哈 然后你看它的豆腐都烂了啦 开始烂了哈 这样我就开始放那个菜下去了哈 焖 焖到它的菜暖就好了 啊 20分钟了啊 好 所以这个菜很容易软的啦 就是 啊 不用包太久 就软就够了哈 因为有时候你吃光了 你又再闷 又再闷 等一下菜都烂掉了 就不好吃了 所以OK啦 哈 再试多一次 那个咸度够不够啊 麻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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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酸辣菜啊 叫做杂菜菜味啊 已经煮熟了 大致上它是在一个小时里面 就煮熟了 就是它的肉 煮半个小时 然后那个菜大概20分钟就熟了 Ok 其实这道菜蛮好吃 我都非常的喜欢吃 我孩子都很喜欢吃 吃起来有甜的味道 酸辣 甜咸的味道 而且它的肉又很香 以后你有什么大日子 或者是吃不完的东西 吃不完的肉类就不要丢了 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煮这一道菜 基本上你煮这一道菜 你都不用煮别的菜了 其实都是懒人做饭的 一个菜肴来的 所以你可以配饭吃 或者是这样吃都可以 假如是我没有吃饭 其实这碗 方太都能吃得完 所以不妨试一试 谢谢你收看 方太好厨艺三餐无油力 也谢谢你一路来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道菜 帮我分享 就去like和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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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